這個亞運沒有歐美選手 所以中國大陸必然是 第一 遙遙領先 遙遙領先 就是遙遙領先 這個是必然的嘛 這個中國大陸在奧運都已經 都已經跟美國不相上市 都已經快要是第一名了對不對 不過就是說這個 這次大概是 最多國家地區參加了一次 對 他創紀錄了 50個國家地區嘛 對 然後選手大概一萬兩千多 對 那中國隊大概是一千三百多個 是 中國隊本身就 就佔了十分之一以上 那 這裡比較令人那個經驗呢 是因為主辦方可以增加兩個項目 對 那他增加了霹雳舞跟電競 很特別 那杭州就在誕生了 全亞洲最大的電競中心 我有看到那個建築 你要注意這個 這個很重要 這個很特別 因為很多電競選手去那邊 因為那個入境的速度非常的快 因為我坦白講我也看了 最近也看了一些影片 那很多人入境都以為要大排長龍 對 結果大概都是差不多五六分鐘就進去了 那還有另外一點也蠻重要的 這個新聞記者最有感 因為他有一個雲端的轉播中心 那所有的影片需要的材料都在上面 那你可以在上面直接做剪輯啊 然後就寄回去你自己的國家 所以 就不用衛星了 那個 那個奧運 奧運也有派人來啦 他看到這個新聞中心非常驚豔 他說以後所有的國際賽事銀行比照辦理 這個難度很高 這難度非常高啦我跟你講 因為你去想想那個評判速度 然後所有的記者可以在現場做剪輯 我講的是影片喔 不是傳新聞稿耶 我知道 這個難度非常高啦 就阿里雲幫忙啊 然後就是 那騰訊是那個電競的主打 OK 是騰訊 就是有騰訊的這個力量 還有阿里的這個力量 你看那民企的力量來支援 事實上本來杭州跟成都就是主要的 互聯網 還有人工智能的相關的公司都在附近 還有他凸顯是全綠能 對 他全部都是綠電 甚至還從 還從好像是從西北 對從那邊拉過來 對用那個超高壓電 然後傳過來 傳到浙江 這個其實也展現他的能量 那另外當然 每一次的中國大陸 大概已經成為他的慣例了 就是 他都會展現他當下科技水平的最高狀態 那你就會看到很多啦 這個 比如說有很多無人的裝置 對 我甚至看到霜麒麟也是無人的 對 接送車道沒什麼 對 那個都有 那還有一個機器人 很多機器人的裝置 是 然後 我覺得 大概是這樣 然後他總共準備了8年 因為我知道杭州 這個新聞已經聽非常久了 那總共的投入是超過2000億人民幣 有人算台幣大概是9300億啦 那中國大陸每次都這樣 就是 透過一個大型的國際賽事的舉辦 就 藉機也 這個轉型的那個城市 就升級了 再升級了那個城市 這個不是只有拉皮啦 他事實上這次大概多種了3萬多棵樹 是 然後也 地鐵線也做了一個 進一步的延伸嘛 那 有一些場館 一定會變成紀念性的裝置 比如說我剛剛講的電競中心就是 那 因為我杭州已經有一陣子沒去了 這個 因為上次杭州也舉辦了那個 好像是APEC還是哪一個 或是G20啊 G20 他那次就 揚升了一次 那這次是進一步 是 那杭州 他在中國大陸是很有名啊 可是他國際上知名度不是那麼高 對 所以他們的 就有很多人問啊 說他為什麼要投入這麼大的一個資金啊 那 基本上他們的回算就是認為說 大概可以吸引2000 2000萬的國際觀光客 是 然後從這個地方來做 一定資金的這個回收啦 大概 大概 這個是我這個臨時可以想到的啦 對 我相信我漏掉了很多重點 對 因為太多了 對 我們慢慢講 不過我有看 我有看開幕式啦 很漂亮 而且我看的那個 那個片是五個小時的 滿長的 對不對 亮哥的時間很寶貴 對 因為那個 北京奧運的開幕式我在現場 對 所以我真的 那次是 那次是最令人這個眼睛未知意料 因為你要想想 2001年他拿到奧運 那個全世界沒有 任何國家認為他可以辦好一個奧運 是 就是 那2008年那個開幕式我還記得是張藝摩嘛 那很漂亮 還有李黎嘛 我都還記得啦 那這次我覺得 因為他是杭州嘛 所以他就用潮啦 對 長江 那個錢江 錢江潮 錢江潮來做主題概念 那現場你感覺好像有水在那邊 對 可是好像都是數位概念 好像都是數位概念 來啦 看這個啦 這就是蠻結起來的 你不要以為這真的是有這個潮水嗎 沒有 這就是數位的裸續三眼的這個3D的技術 還有他那個虛擬火炬喔 據我瞭解他是一個 好像每一個人只要點上去會有一個小火 一個點 那怎麼有一億多人參與嘛 在那個APP上面 對對對 那個好像是現場的人看不到 對 螢幕上的人才看到 他是虛擬加現實 對對對 然後是用AR來呈現這樣 是 所以 完全都是 全新的 我覺得他每一次的大型的比賽 都讓 很多方方面面的人來 有參與 然後來提出他的構想 然後 展現他最大的技術 跟當下他們 認為最文明最先進的部分 那這個也可以對全國做一個教育 對的確啦 那剛剛亮哥特別說 他其實創了很多的紀錄 我補充一下 第一個是規模最大 那運動員多了 大概是一萬多 一萬兩千四百一十七人 另外還看到項目也是最多的 還有呢 贊助商的收入是最多 代表是怎麼樣 大家看好嘛 才會有那麼多的 招商引資的 這樣的一個行為 我們現在問一下 倩姐你怎麼看 因為這個滿滿的科技實力 另外還有包括什麼呢 我們看到他的場館好了 場館也是非常的驚呆 我們看到這個 很漂亮 這個是大蓮花 大蓮花有小蓮花 大家看小蓮花 可以看到大蓮花 這個他有得獎 獲得中國大陸建設工權的魯曼獎 然後呢他是22.9萬平米 9萬平米 然後呢大概是有8萬多個座位 然後呢你還可以 因為方便散場嘛 散熱 然後看錢塘江的風景 他有些缺口的部分 好另外還有看到他有雙管的部分 就是化碟的雙管 體育館跟游泳館 這裏造型很漂亮 還有來看到就是 小蓮花 這也是驚呆了 上半部是由呢 8片每個重逢 大概160噸的 能夠旋轉的大花瓣 然後下半部是 24片小花瓣組成的 然後重點是他能夠開河啊 開河長這個樣子 裡面打網球 你也可以把它開起來或關起來 你看這也是個藝術 還有呢這滿滿中國的故事 中國的浪漫 綜合的訓練館叫玉蟲 玉蟲喔裡面啊 這個古物就知道了 這是古代祭祀用的玉器 然後呢你看它做成一個建築物 祭地用黃蟲 所以它是一個黃色的建築物 我在這邊想 就是跟著剛才兩位講到 如果我們看中國大陸 因為我大概從剛才亮哥講的 2008的世澳 2010的上海世博 就是還有如果我們再看 2022年的冬奧到今年的亞運 這四個就是四個不同的坎 一個一個在往上跳 好在2008北京做奧運會的時候 我也在現場 當時的北京其實還有非常多的 城市的規劃的問題 包含交通的問題 但是它在做奧運的時候呢 已經讓大家眼睛一亮 因為它展現出來是那個 磅礡大氣的古都的那個風味 那也很快的把它的這些交通的問題 包含當時還有的污染問題呢 全部都處理掉 那麼2010年的上海世博呢 是另外一個挑戰 我記得當時上海的副市長 跟我們說 北京就是兩個禮拜 我們上海要有六個月 所以你在六個月中 有大量的人來人往 所以你無論是交通 還有整個城市的文明程度 因為你有那麼多人 會在城市裡面跟大家在一起 現在你去上海 你會覺得它是一個 非常客氣文明的城市 這個跟當時的2010年 上海世博有很大的關係 那個時候連所有的計程車司機 就出租車的司機 他們都學了一整套的英語 可以去接待國際客人 所以你看它又上了一個坎 再來到2022冬奧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呢 那些綠色環保跟科技的理念 已經開始展現 然後到了2023的杭州亞裕 真的是極其大成 所以我想花一點時間 我從開始做投資開始呢 我應該算是電腦和行動通訊的原生代 就是我是從那個0到第一開始的 所以我們時常用這個電信的七層網路 來看這個世界 那我來跟大家說一下 在杭州亞運 它事實上是做到了萬物互聯 而且在科技上面用低碳節能 遠續發展的四個大目標呢 都在四個示範點上展現出來 就是綠色智能 節儉跟文明 節儉平常我們很少想到 那所以綠色智能 節儉跟文明 這個四個大的這個主題呢 如果你把它分享在那個 你在當地的那些體驗的話 雖然我跟亮哥都還沒有去 但是我們看它大概的情況 你說從最底下這一層的話 你可以看到它從它的地面 是用海綿城市 海綿地面的方式 讓它可以含水 然後它的屋頂呢 是有植被 所以屋頂可以固碳 釋氧 它的光線 然後那些大的場管的光線呢 是用採光罩跟導光管 從外面的燈可以帶進來 甚至它的游泳池裡面的水 它用循環透析的方式 然後用智能去調整它裡面 所加的像是那個不同的 這個節水的這些化學品呢 所以它永遠不換水 是在最底下的這一層 就是硬體的這一層 它已經是做到了智能跟綠 跟環境有序 那在中間在下面一層呢 你想想看它這麼多人 8萬人在一個地方 所以它有很多很多 小的那種中繼站 所以它在整個的場管 可以隨時做到 5.5G的彈性網路 可以讓這麼多人 同時的去上傳 下載 照片 你如果在那邊照一個東西 傳給你的朋友的話 8萬人的一個網路 你要有何等的彈性 才可以做得到 同時這個網路還要在實時上 譬如說把那個時間點啊 分數啊 用一個那個私域的方式呢 安全的寄送到那個主機 即時的在螢幕上顯示出來 所以它的5.5G的彈性網路呢 是不斷是公域的頻寬可以調整 它的私域這個AGIS網路是安全的 那另外再看它還有個智能通訊裡面呢 這智能通訊可以實時翻譯 不過當然主要是以英文為主啦 所以說你要你放個什麼東西去 你跟別人打電話的時候 它直接AI就智能幫你翻譯了 所以這是中間的這個通訊層 在上面的應用層的話就多了 就譬如說我們剛剛看到了說 直接的辨識啊 或者是無人去這個行走 可以讓你隨便在路上拿霜氣鱗啊 這些東西呢 它用大量的無人服務的應用 包含了交通啦 清潔啦 運輸 都是新的 它展現給世界看的 還有像無人機 它可以負責運寫這種應急的運輸 所以它不但是地面有一層 它天上還有一層 這些都是屬於應用的部分 再來就是說最新最新的 我們現在都在說AIOT 萬物用智能來互聯的時候呢 它最最厲害的是 就是用數字嵐生的方法 在它的整個的管理艙裡面 做了一個非常龐大的模型 用它的監測體系 時時的回饋 它隨時可以去預警預示 去看前面可能會發生問題 它要怎麼樣去處理 就好像當時我們看問界的時候 問界裡面的那個智能駕駛 它每天學1000萬小時的路況 所以它就學了深度學習 模擬了很多東西 難怪這個AI可以即時處理事情 那在這一次最最重要的是 這個管理艙 叫做數字管理艙 由AI來控制它所有的場管 剛才已經講了在一個城市 五個次城市 所以它一共有六個地方 它全部的場管呢 都是在這個智能管理艙裡面 用一個大的數字模型 無限的探頭去即時的監控 然後用AI的方式來管理 如果從這裡來想想看 我們身邊的什麼問題 不能夠用這方式處理呢 所以這是最新最新的 另外它的最新的使用的 AI的部分 還可以去協助裁判 去做更公正的評分 它可以把過去的 所有的歷史都輸入 所以有一些 比較屬於主觀性的話 它可以幫助大家評分 好 這些什麼意思 這什麼意思就是說 在聯合國開會的時候 你們看到美國主導的聯合國 是過去的世界秩序 是用權力和拳頭來決定 誰講話 可是在亞運的時候呢 它是用科技來服務人民 或者是人類的方式 來決定誰講話 誰的科技能夠提供更多的 福祉的人講話 所以這一次有亞洲的45國 涵蓋60%的人口 甚至有敘利亞的阿塞德 它已經多年沒有辦法 在美國的限制之下 沒有辦法離開國家的人 它也來了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 亞洲的大結合 它的展現的意義呢 是未來的和平 在這裡我其實 稍微有一點唏噓 因為固然在我們講的 這些公司裡面 都有很多以前 我的台灣的朋友 在美國的科學家 或者是工程師 在中國大陸的公司裡面工作 但是畢竟我們 因為兩岸的關係 沒有像以前的機會 我記得我剛回亞洲 1997年的時候 98年的曼谷亞運 它裡面的計時器 還有很多的電腦 全部是台灣的紅機去提供的 所以Acer這個公司 在98年的曼谷亞運裡面 是大放異彩 大家可以看到台灣的科技實力 可是這一次 因為我們兩岸的關係呢 其實台灣沒有什麼很主要的機會 可以展現我們的科技實力 不過好在我們的小運動員裡面 還有人有讓我們高興的地方 就是這個楊勇偉 得了我們在亞運的 第100面的金牌 這些個人的成就 我們當然要喝采 但是如果我們兩岸的關係 更好的話 是不是會有更多的台灣的公司 會在亞運的這個大的全世界 幾乎就是未來世界 藍圖縮影的這個大的競技場上 有他們可以去爭奪冠軍的機會呢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的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日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他 稱他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好可選擇 可以提交給我 既然可以讓你